接下来方程老师来介绍 这个是八底 是八底啊 对同学来讲 可能会有一点点难 同学如果 听不是很清楚 我们如果回去再多算几次 有问题一下 都可以问 或者等一下 听不懂随时发问 好 来Fx 它是一个三次多项式 然后告诉你 F2 F4 F-1 A带进去多项等 都等于3 而且F1也知道你 那我问你说 Fx究竟多少 好 看到这个题目 看起来有点困难 好 是这样 就是说 这个 都是等于3 如果你让它 每一个都减3 就会是0 那我们 给它制造一个 另外一个 函数 叫H0 另外一个S 另外一个函数 那用Fx去减3 那 这样子 你把2、4 负力都带进去 H会得到什么4呢 H0 就是带2 带2就是带2 所以F2-3 可是F2就是3 所以3-3 就是0 好 所以这个就一个道理 同样的 F4 H 用4带进去4 都要相同 那F4也是3 3-3也是0 -1 这里要带-1 可是F-1也是3 3-3 还是0 对不对 那 你发现到 有一个2 带到H0 x 带进去是0 表示H0 x有因4 有多少 x-2 对不对 同样它有因4 x-4 还有因4 x-1 所以这个H0 x 它有三个因4 它会有三个因4 它有三个因4 是什么 x-2 x-4 还有x-1 但是我们刚才讲说 F1x 是一个三次的多项次 那三次多项次减掉一个3 请问它是几次多项次 蛤 也是三次嘛 因为这个3没有x嘛 对不对 不过你讲到它的三次 所以也是三次多项次 那H0x 3-4 1 2-3 可以乘起来 已经三次了 这里 可不可以再乘一个 有x的 不行 但是可以乘一个常数 那常数 随便给它一个常数 叫p ok 因为它不见得 会刚好有1 很像一个k 那后面都没有 有没有问题 这个是它的因4 表示这个后面 于是就是要0 没有别的 那它已经三次了 不能再成别的 就是很常数 所以H0x就长这样 可以吗 好 那 你现在的意思就是 把这个k 球出来 你的F0x就会球出来 为什么 因为你的H0x 是等于F0x-3 你看 F0x-3 如果是这个 这个如果知道 K等于5 那你F0x就把这个-3移过 你的最终的加 就是F0x了 是不是这样 或者说你看这里 把它移过去 F0x就是 H0x-3 不是 移过去就加3 H0x加3 你直接把H0x求出来 这个k求出来 H0x就知道了 把它加3 就F0x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想办法 把这个k求出来就好 那我们H1条件还没用到 哪一个条件呢 这个 F1等于-15 所以你这个时候 F1带进去 其实就是H1带进去 所以H1把它带进去 那H1带进去的时候 你可以用F1-3 那H1呢 不就是-15吗 -15再-3 那答案就是-18哦 -18 那这个地方 就是-18 这个地方就是-18 可是你也可以带这里 除了刚才带这个4子 H0x可以带这里 可以带这边 带这边的时候 它就是k乘3 x用1带5 1-2 是-1 1-4 就是-3 1加1 就是2 听得到没有 所以你就会得到 一件事情就是 -18 就会等于 登登登 这次假设 65k 65k 就是H0e 就是65k 65k 那k不就是-3吗 k不就是-3吗 k不就是-3吗 那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说 你这个 就等于这样 那 k已经-3了 要求fx 就把-3移过来 所以 fx 就等于 k就是-3 那我们的 x-2 x-4 x加1 最后再加3 就好 可以吗 这样可以 好 那如果题目有要求 你要 重开画简 再重开画简 不用的话 就行到这样就好 这样我 我这题再稍微重新讲一次 因为这题比较难一点 就是 Apple一个十字 这样子都三次 然后这三个都相等 然后Apple给你 你定的是什么 你Apple x去减掉这个数 那去定这样子的好处 就是说 这三个带进去的时候 带到h的时候 都会0 因为它 它就是啥 这三个带进去 这三个都是3 带进去就是0 那就会有2-4 -1的根 就是有x-2x-4 跟你加1的因式 那 它减掉它本身是三次 这个地方容易漏掉 这个要写哦 因为你这里三次 才能确定你这里 这里 你用整个x 这里只有一个常数 那这里只有一个常数的话 这个就是fx-3 你直接把贴求出来就好 那还有一个东西 把这个 用这个式子跟这个式子 H1带进去 就是f1-3 f1-15-3 就是f8 所以这个H1 等下这里就是f8 那又可以带这里 带这里就是 整理下来是负 正6k 所以负18 你又贴的话 我来自然是负18 然后这些车子 我来自然之后 我会认为 我认为 你带这里 我认为